按照目前岛内的选举格局,郭台铭参选到底的话,注定是一个搅局者。 因为按照最新台岛民调,郭台铭仅仅获得12.4%支持率,涨幅不大。 在接下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指望郭台铭民众支持率出现巨大提升,根本不现实。 所以郭台铭搅局者的身份已然确定。 如今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政党整合正在斡旋阶段,郭台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很有可能被卷入其中。 毕竟岛内选举,背后的精髓就是权力,权力的游戏中,充满不确定,任何意外和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先不用等蓝白和会出现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日前,郭台铭自身就面临很多意外之事, 并且这些事情,还是一件接着一件,引发外界重重猜想,甚至连赖清德都出来做回应,矛头对准大陆。 那么郭台铭遇到什么事呢? 需要具体来看。 首先就是富士康的事。 据报道,日前我国税务部门依法对富士康进行税务调查,重点区域是广东和江苏。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门也对富士康进行调查,重点区域是河南和湖北。 对于这件事,正在忙着岛内大选的郭台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扰,已经低调通过竞选办公室进行回应,表示不评论,交给鸿海集团回应。 而鸿海集团给出的回应是合法和归为鸿海原则,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这件事情,郭台铭肯定不会出面回应。 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日前郭台铭在两岸关系的表态上,明确表示两岸谈判,民进党不谈,他就来谈,看似郭台铭反对民进党,但是分流在野选票已经事不争事实。 郭台铭心里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但是从实际行动上,一面宣布参选到底,一面又没有整合准备,客观上帮到了赖清德。 郭台铭的12.4%支持率,看似小,但是对整个大局影响大,不可小视。 另一方面,郭台铭没有回应,是因为在联署活动中出大事了。 据悉,日前台北检警约谈上百名联署民众,调查是不是郭台铭花钱买个人资料,然后冲击联署数量,最终有一人遭到收押。 对此,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郭台铭联署活动不可有任何对驾关系,支持者一定要守法。 在郭办发言人表态之后,郭台铭也出来表态,极力撇清关系,指出根本不认识这些嫌疑人,和我们没有关系。 这件事最终原委还有待观察,或许郭台铭是无辜的,联署活动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从客观局面上,这件事还是给郭台铭联署活动,形成一定干扰。 所以郭台铭不可能有其余经历,再回应富士康贝调查一事。 对于富士康贝调查,台岛工商团体的回应是富士康去大陆投资,大陆依法可以进行调查,只要做到合法合规就没问题。 至于背后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可以说,这种回应,比较客观,没有带节奏,但是赖清德就不一样了,开始利用这件事,疯狂带节奏,矛头指向大陆。 据悉,富士康贝调查一事发生后,赖清德坐不住了,气急败坏表示,感到非常意外和遗憾,台商对大陆产业与经济贡献非常大,中国大陆应该珍惜照顾台岛企业,不要选举到了。 就要采取行动,全体台岛民众也要支持台湾企业。 郭台铭的个人身价大约在6亿美元以上,他旗下的富士康有45个分厂,其中在大陆的有44个分厂,而这些厂区能带来4300亿元的年营业额。 但人心总是不容易满足的,有了经济地位后,郭台铭飘了,他不合时宜地说出富士康在给大陆人民赏饭吃的话。 这句话他说得很快,显然没有经过思考,可没有经过思考的话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当然也暴露了他对大陆的真实态度。 大陆方面提供土地,人口优惠,却养出了一个白眼狼,我们知道郭台铭的比以后是痛心的,但我们也愿意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大陆方面的宽容,换回了什么呢? 换回的是郭台铭肆无忌惮地伤害大陆同胞的感情。 疫情开始时,郭台铭打算把在大陆的厂区逐渐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去,一口气豪值了10亿美元。 结果进入富士康的印度工人根本就没有时间观念,他们有的迟到,有的早退,甚至有直接罢工的。 再加上印度当局防疫不利,导致疫情大泛滥,富士康只能停产抗疫,最终没能完成生产任务。 眼看印度建厂失败,郭台铭可算把姿态放低了一些,又请求把产业转回大陆。 不可否认,富士康对大陆而言是有一定重要性的,仅以郑州富士康为例,2019年时郑州的进出口额约4000亿元,其中富士康占据了8成以上。 基于经济发展方面的考虑,又看到郭台铭有了承认错误的态度,大陆方面也就把他此前的事情轻拿轻放了。 郭台铭是真的知道错了吗?起先,郭台铭还做了做样子。 台湾地区2024选举年来临之时,原是国民党成员的郭台铭第二次提出参选的意愿。 可国民党内部另有打算,即郭台铭在2019年党内初选失败后,他们还是没有把筹码压在郭台铭的身上,而是选择了侯友宜。 郭台铭自命不凡,自是不甘愿成为国民党的弃子,他一怒之下不仅退出了国民党,还高喊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口号,表示我要独立参选,创造一个奇迹。 面向台湾的普通民众,郭台铭选择打温情牌,他说,给我四年的时间,我会倾尽自己的管理经验,给台湾创造50年的和平。 面郭台铭又站在立场上进行表态,如果大陆方面要解放台湾,我将会拿出全部个人财产,建造8万个机器人应对8万名军官。 而面对大陆方面,郭台铭又是另一种态度,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宣扬富士康对海峡两岸的重要性,以及他经常与大陆打交道,可以成为台湾地区与大陆方面的纽带,推动和平统一的进程。 他如何忽悠台湾地区的民众以及台独势力的事情我们暂且不管,仅他宣扬会拿出全部个人财产对抗大陆的话,就值得我们深思。 至于郭台铭所说的生产8万个机器人,则是非常不现实的。 虽然有美国把AI技术用于俄乌战争的传闻,但绝对没有权威资料表明机器人的发展已经可以代替士兵参与战争的地步。 最重要的是,建造机器人除了核心晶片外,还需要非常先进的无线电技术,用于对机器人的远程控制。 显然,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更别说可以同时控制8万台机器人的情况了。 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先进的无线电干扰技术,纵使郭台铭拿出来了8万台机器人,在我国技术的干扰下,能否正常使用还未可知。 以上种种分析都表明,郭台铭想以一己之力阻拦大陆一同的脚步如同皮肤汗术,改变不了最终结果。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视郭台铭,审慎对待他的发言呢? 大陆方面此前之所以,不动郭台铭,他想走的独立参选道路在台湾地区从未成功过,就连参选资格的获得都有一场严苛的条件。 想要独立参选的第一步,获取参选台湾地区的基本资格。 有关联署,他的前提条件需要年龄到达40岁,在台湾地区涉及超过15年,而且在台湾地区居住6个月以上。 这一点郭台铭都能达到,所以根据计算,他必须在今年的11月2日之前获得29万份联署书。 有钱能解决大多数问题,比如郭台铭就不怕花钱,一连在台湾地区开设百个联署店,还持资通过媒体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拯救台湾地区的男人。 超能力果然强,10月6日,在媒体曝出联署效果不太好后,他高调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联署目标。 而且,郭台铭还顺带阴阳那些不太看好自己的人,我只是不太想高调。 10月18日,或许是给自己的参选造势,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反正郭台铭的73岁生日宴举办得很高调。 生日当天,数百名郭台铭的家人都参加了生日宴,郭台铭身穿蓝色西服,打着红色的领带,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他站在九层大蛋糕旁,而他的商业,政治伙伴以及家人都围着他,高潮时刻,几百人齐唱,生日歌,场面一度非常震撼。 整场生日宴是欢乐的,郭台铭本人也一直笑着,看起来心情很好,家人,朋友的祝福是他心情好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生日当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鸿海集团的董事长也都向郭台铭送上了祝福。 郭柯佩以及柯郭佩的传言由来已久,郭台铭不做正面回应,反而经常给人似是而非的答案,例如我和柯文哲是相熟已久的好朋友,我们之间的沟通比较愉快等。 而这次柯文哲正式送上生日祝福,他或许是出自朋友间的正常往来,但在很多有心人的眼里。 就是他们在之后的选举上面达成了某些合作。 普通的台湾地区民众获取消息来源有限,就会在媒体的刻意引导下,认为他们达成了合作或是有了其他想法,从而改变选票。 目前的民调显示,民众党的柯文哲约有20%的选票,民进党的赖清德占据了超过30%的选票,而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占有最少的选票,还不足20%。 从数据上看,赖清德的优势很大,郭台铭参选后,他能否改变原来的选票格局呢? 郭台铭的参选不仅无法改变选票格局,或许还把原有的选票差距拉大,直接把赖清德推上新一届台湾地区的位置。 原因在于郭台铭在范兰莹的阵营拥有一部分支持率,他的参选必然会分走柯文哲和侯友宜的选票,造成赖清德一家独大的局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郭台铭